《新冠肺炎疫情事略》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事略 全港的學校停課幾個月 終於 中三到中五的同學復課了 大家都會想像到 三十多年校齡的圖書館 就會比較舊式一些 也看到同學進來圖書館 閱讀的人數未必很多 始終現在年紀的學生 未必吸引到那個環境 所以很想把圖書館翻身 目的是想吸引到多些學生 進來圖書館 就著硬件 起碼吸引他們進來 然後提升他閱讀的興趣 其實我們以前的圖書館 沒有一個大窗 真是四面牆 所以當時第一個想法 就是我想要有大窗 在走廊會看到圖書館 他的風格 可以真的配合現在年輕人 是可以吸引到他們的看書 我們有幾個區域 想在圖書館那裡可以呈現到的 圖書館的面積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也期望 可能有閱讀區 自修的位置 另外有些小組討論區 我們借玩書的counter 另外一些收納的位置 還有我們也有跟設計師說的 在設計一些書架的時候 是有足夠的地方藏到我們的館床的 我們期望有一個多媒體的學習的地方 因為在現在資訊科技發達 我想閱讀都不是限制於子本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想過找設計師去幫忙 都有找了一些裝修師傅來 可能給一些意見 怎樣整理 但是未必是我自己想要的 有不同的設計公司來談過 那就找到現在的Wintern 這個是我第一次做學校project的 當初我們收到一個學校的電話 是一個圖書本的設計 我們覺得其實當中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透過設計 可以將一些美學可以帶到給學生 最初的構思 其實我們來到的時候 就發現到有一個很強的彩光 我們很希望將這個彩光 帶到入圖書館裡面 甚至乎覺得 如果一些學生 好像在自然裡面讀書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所以那個概念 或者我們那個容式上 我們都很想把一些自然的元素放進來 所以你會見到有很大量的木的顏色 有很多不同深深淺淺的一些綠色 同時也有很多白色 去將一些陽光通過折射 令到這個圖書館去充滿了 其實起初我們這個設計概念 是來自一個漣漪的 因為我覺得 你從書本裡面得到啟發 就好像一滴水滴了一個漣漪 在腦海裡發展的樣子 所以其實在這個設計概念下 我們中間的位置有一個很大的造型 你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漣漪 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樹冠 中間好像滴了一點水 整個外面的書架 就跟著這個圓形會開始發展 空間的規劃上我們都花了一些心思 原則是相對地比較傳統 典型甚至乎四版 我們用了很多不同的曲線 去將它串聯了不同的區域 來到的時候 學生會覺得很活潑整個空間的一些規劃 甚至乎是耳目一身的 在不同的區域上 我們都做了一些不同的心思 例如我們有一個自修區 故意將它規劃在窗邊 以及在一個吧桌的設計 讓它坐下了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咖啡廳閱讀 閱讀國 輕輕地升了一級去匹了一個空間 當中用了一個很自然的草地設計 讓學生可以坐上去透過陽光 也都很自在地去讀書 同學們一入到圖書館門口 就會見到圖書推介專區 另外有兩張圓形禮桌 就會根據那個星期 圖書館推介的主題 防止書籍 例如雜誌區 報紙區 我們都用了一些不同的綠色 讓它增加了它的視覺效果 書架設計上 用了一層一層的高高低低的設計 有些書架當中 有些燈光的展示 偷空了中間的座位 學生一拿到一本書 我旁邊就可以有一個座位 我立即可以進行閱讀 書架上面 我們會有些裝備的盒子 有些不同深度的綠色 其實就是書的類別 可以隨意拔出來 方便圖書館來用去執書 借書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不是說這四個字要看完整本書 我們希望學生拿到一本書 我們附近有一個位置 可以立即坐下來 立即考慮借不借回家 用了一個地方 我們做了一些樓梯級 上面有些櫃子 讓學生拿著一本書 或者將來結合了學校的教程 他們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拿一個櫃子坐下來 就盡量學習了 細心看看圖書館周圍 原來還運用了不少設計可愛的標誌 嘩 因為其實他幫我想要的區域 他都做到很圓地死我 如果我真的很個人 或者我進來見到學生 他使用的情況 就是我剛才的閱讀區 被外奸的人去看 嘩 很震撼的 通常就是入到多媒體的集室 幕落來 我們播片 閉上門 整個電影院 那裡對他來說 都有一個震撼的感覺 嗯 我這樣形容就不是很高層次 不過那句話就是很成品的感覺 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書架之間 其實有些位置是可以坐的 真的會見到那些同學坐在那些位置 拿著一本書 真是營造到那種氣氛 舊那個比較傳統一點 單調一點 色彩不會像這個那麼豐富 還有可能那些書擺出來是滿彈一點的 那同學就會覺得不吸引 就不是很願意進來 其實都挺驚訝的 同體設計圖的時候的感覺不同 來到就覺得 嘩這裡真的很漂亮 好像一間書店 那樣 那其實同學可以選一個 他自己認為最好的地方 去閱讀的入到來 他入到來之後 就會有點放鬆 就會覺得 啊我剛才上完兩堂 啊很辛苦 入到來就希望他有些放鬆的感覺 覺得很驚訝 真的覺得一個圖書館可以設計成這樣 我覺得很厲害 最主要是他的分類那個字 會比之前那些書架大一點 譬如文海的書放在那裡 你一來到這裡 就可以看到那個部分的位置 當時我覺得很驚訝 圖書館可以改成好像那些咖啡 比較輕鬆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改一個放置私人物品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是比之前 舊的圖書館比較小 怎樣去將一個三十多年的圖書館 讓它更加有活力 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從而其實最終我們很希望透過空間 透過美學去提升到學生的興趣 所以問題也不要做了 可以改成了嗎 每天空間